來自我 來自我 華人最專業的舞蹈 競技節目 愛妮雅 舞力全開 現在正式開始 馬上歡迎 今天明星舞王舞后 爭霸賽的三位參賽藝人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首先歡迎英俊品拔的 王燦和程玉芳老師 接下來歡迎 性感動人的王思佳 以及林文藝老師 接著廉政英雄的帥氣女警官 吳佳樂和王威傑老師 歡迎收看 愛妮雅舞力 全開 王燦 道道理講呢 你這麼有經驗了 我覺得 在這個舞台上 應該最有自信的人 應該就是你了 好 是不是 哈哈的意思是 我是哈哈 很高興能夠來參加第二次 然後老王遇見小王 老王是你 王燦碰到... 最近被稱為老王 小王是... 小王是王思佳 OK 所以你的言下之意 你的眼中的強敵 只有他嗎 哦 哦 好尷尬 人就在旁邊 居然把他當塑膠沒看到 對 怎麼這樣子啊 佳樂,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第一次來嘛 對,然後我還沒有看到 他的舞蹈表現 所以我不敢有任何的想像 可是以你的經驗跟你的作法 你應該會去探廳的啊 最近我已經有點 你不只探廳 你還會有習慣 去把人家道具用壞啊 真的 這次都沒有嗎 我又... 我跟你講,他改變路數了 他現在都會用稱讚 他對你像什麼獨手 思佳好棒哦 思佳真的好好哦 都這樣騙我啦 先把你捧上天 對 思佳一直以來 也是一個非常有自信 然後在演藝圈打滾這麼久了 他每天在怕的啊 對啊 你有什麼事你害怕的 跳國標我好怕哦 我不相信 我跟你講,真的 你知道我... 一直到我要跳國標的時候 你知道我到現在 到今天站在這邊 我已經一個月沒有好好睡覺了 你認真的嗎 完全沒有自信 因為我連基本步都不會裁 不是,你之前已經放話了 你知不知道你之前 在露面的時候 你已經嗆聲 對所有的人 你已經得罪過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先道歉 我先道歉 不好意思 你還好 不好意思 不是,你要道歉的那個人 應該是你媽媽吧 你媽媽... 國標跳這麼好 你怎麼會對自己 這麼沒信心呢 心念的舞后耶 對啊 心念區 媽媽呢 就是我一個陰影 因為他就是太會跳 太愛跳 然後才導致我 就是來這邊 我壓力真的很大 他每天打架問我說 舞練得如何 這個壓力大了 真的 無形的壓力 無形的壓力 然後他還安排我 去看他練舞 根本是去看他在那邊這樣 不是 他太了解自己的女兒了 你不得機的 布蘭妮在上一次的永遠不嫌晚 他表現得非常好 是我們的冠軍嘛 當然 對女兒也有很大的一個期待 畢竟不要說第一啦 最起碼你要對得起心電的那些鄉民嘛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媽媽有一些話想要跟你說 來,我們聽聽看 來,VCR 請看VCR 好了,我們王思佳 現在輪到你比賽了哦 你現在終於知道 你老媽當初的壓力了哦 這可沒有那麼簡單哦 你一定要好好表現 上次你老媽比賽的時候 你以後給我加油 現在換我給你加油了 加油 好可愛哦 天下父母心 對 你媽媽是愛你的 你以為他會口無遮攔 跟你嗆聲或是激你 NO 其實他是愛你的 沒有,他做形象的 真的嗎 他私下跟你講了什麼 他說 我是想跟你講一下 就是說 畢竟我在心電 還是有點知名度啦 如果沒有跳好的話 就這個月就先不要回家 好 不管怎麼樣 這是他們母女之間的 一種相處方式 我想媽媽也是你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標杆 也很期待 你在對所有的重心嗆聲之後 你今天會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演出 是,一定要 加油,思佳 但是從出場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開口的那一位 他到底是放空 完全不把兩位前輩放在眼裡 還是他非常的緊張 大家 我還包括怡君,我們兩個 跟他講話輕聲細語 不要太壓迫他 為什麼 他容易喚氣過度 他一緊張 整個人就會... 然後就下去了 對 他的體質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我只要情緒起伏太大 太激勵 我就會太喘 然後喚氣過度 吸不到空氣 現在我怎麼覺得 你有一點點那個症狀 是吸不到空氣 還是氧氣太多啊 氧氣太多 就是要套一個紙袋 吸二氧化碳 是 好,講了這麼多 就是為了讓大家放鬆心情 該來的 我們還是要面對 好,第一籤就交給我們的 侯怡君抽出第一組了 我個人滿希望的是... 王思佳 原因呢 希望他的原因是... 在常常他表現這麼的有自信 那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 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 他的國標舞會怎麼呈現 是我自己個人想期待的 到底講得那麼多 第一支簽 到底怡君抽出的是誰呢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改行 當聲鼓 我的天啊,是小王嗎 王思佳 螢光幕前總是性感動人的王思佳 許多觀眾對他印象 就是一個能說、敢做的恰亮美女 不過天不怕、地不怕的他 這次來參賽 可以說踢到了鐵板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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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一直只有臀過去 我的腰 都拉斷了 思佳的身段比較沒有那麼柔軟 可是因為這一次的動作 我們需要很多伸展 跟拉開腿的動作 所以我們相對的 要比較多腳拉開的力量 所以等一下 我們要來進行拉筋的動作 好嗎 好辣 謝謝 好,這邊 比較輕輕一點 好,這樣 拉筋就算了 剛剛大木子整個是這樣子 對 對 不過要求嚴格的老師 卻沒有放過思佳的意思 反而繼續加強他的拉筋訓練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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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有一點捷徑崩潰 現在腦中的片段過得壞了 舞步記不住 拉筋訓練又苦不堪言 讓總是自信十足的王思佳 臉上漸漸失去了笑容 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 這種狀況 隨著比賽日期的接近 更加明顯 究竟他人生的第一支國標舞 會有怎樣的表現呢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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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說 Gad 하게 A Gad Gad B H G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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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wa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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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思佳、林文藝帶來的 Come Back For Me 我覺得舞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思佳在開始的時候 他的那個緊張 是一般我們在綜藝節目 過往看不到的 我覺得王思佳很認真的 在對待他這一次的舞蹈 他很認真的在練他的國標舞 這是我看過不一樣的王思佳 你可以輕輕鬆鬆的去參加一些 作談新的節目 美美的站在那兒 是有你的身材 但是我很訝異 你願意來愛妮雅舞力全開 當你跳完這支舞 我知道為什麼 你想突破自己挑戰自己 讓觀眾朋友看到真正的王思佳 你很棒 好 其實大家都覺得 好像我們這個工作很容易 可是其實每一次為了表演 真的都是把自己推到一個絕境 尤其這一次真的讓我覺得 很多的力不從心 然後很多的想要做好 可是中間有那個落差 再加上老師跟我的程度是天差地遠 所以他帶我帶得很辛苦 我要追他也追得很困難 我每一天的每一天都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至少要跟老師跳起來的時候 不會差那麼的多 所以很累 心裡很累 但你知道嗎 王思佳 從你點頭到跳完 到你講的這番話 到你熱淚盈眶 這是觀眾朋友前所未見的 也是 會讓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對王思佳從此改觀 這次思佳真的很不一樣 煥然一心脫胎換骨 這次思佳真的很棒 就憑他筋這麼硬 他剛剛硬踢下去 我想那個決心一定是有的 平常練習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的方法 要不然筋不開的人 沒有方法就硬做啊 所以只好人工拉筋肌 所以老師有幫忙嗎 人工拉筋肌 現場可以來看一下 你們好狠哦 都既然已經劈了 好不好,來一下 證明你不是因為腎上腺素 你才劈得下去的 加油 有 有 來,側面 側面 側面很清楚 現在什麼感覺 好了 掌聲鼓勵 非常好 光你可以從十公分到 完全快一百八十度的 把它劈下去 我就覺得你真的很用心的苦練 我每次練完舞回到家 都是這樣子拖著走進去我家 他那個走廊 然後警衛都有一種狐疑的眼神 看著我 想說我是去哪裡 今天小王小姐又去哪了 真的 但你慰問夫婦會不會很心疼 你來學跳國標舞 參加國標舞比賽 他是贊成的嗎 我沒有跟他講很多 但我只是跟他講說 我要去練舞 你有跳舞給他看過嗎 沒有耶 而且他不知道 我們跳的舞有貼那麼近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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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什麼 我說你知道就是那種你知道嗎 擺一擺那種 林文藝老師剛剛忽然緊張了一下 倒抽了幾口氣 最近如果有一個很壯錯的男人 到你教室門口等著 我想你要把你的縮子給向後 我跟你講說我壓力才大 因為老師的女朋友 都坐在旁邊看 是嗎 會不會老師的女朋友也是... 他是在旁邊休息啊 不過老師呢 哪有,他哪有休息 他還是好長這樣看我們 你覺得對你有一點敵意 那種感覺 因為你太有殺傷 那個威脅性了 有在檢查 你知道嗎 OK,檢查 安全沒問題 不過今天的檢查 我覺得其實對王思佳來講 已經是最起碼 這是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完成了第一支我們的國標舞 我想他應該也很想知道 老師對女友 什麼樣的一個評價 我想先聽佩玲老師 因為他... 為什麼 因為他... 他對媽媽 OK 我想聽佩玲老師 他還是很在意 很在意 很想跟媽媽比一下 那我們就請佩玲老師 養瓶 你一開始把自己設定著 你對國標舞的懼怕、害怕 你覺得跟媽媽不能比 可是事實上 你有媽媽的基因 你有媽媽的遺傳 你在這條恰恰的音樂掌控上 你的身體那個律動 那個自然的律動 是非常清晰的 你好,謝謝 小溫,你好 你千萬不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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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千萬不要學 你千萬不要學 你千萬不要學 雖然你的技巧 跟媽媽不能比較 因為媽媽畢竟下了很多的功夫 但是這一條舞 讓我看到思佳 他是一個可以跳國標 跳很好的藝人 我看到 另一個國標舞的小明星出現了 謝謝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佩玲老師 對你有這樣的一個讚美 我相信是他看到什麼 感動什麼 會認為你真的有那個潛在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 除了觀眾朋友 對你有一個不同的改觀之後 第二支舞蹈、第三支舞蹈 我相信你會更全力服務 好,那我們聽聽看鄭竹男老師 對你的看法 鄭竹男老師 世佳,我說 你今天其實這個表演 我覺得你表演得很... 完全沒有接觸國標的話 我覺得表演得非常非常棒 然後我覺得你有一種 天生的那種自信的眼神 還有你跳舞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恰恰裡面 你感覺像很奔放 跟這個音樂... 隨著音樂走 我覺得完全不像一個 第一次接觸國標舞的選手 當然有一些技巧上 會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跟那麼的精準 比如說有一些踢腳的動作 你的腳背可能會稍微跳起來 沒有壓下去 我覺得這個整體的舞蹈 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所以你真的很適合跳國標 所以你不用擔心那麼多 我要跟竹男老師說 他真的是我見過的 就是全場都沒有壓過腳背 但我還是覺得滿性感的一個女生 就是我可以接受 那你現在要不要平反一下 你是做得到的 還是可以的 試試看 好不好 加油 好多了 好多了 你做得到的 所以就是沒有別的方法 就是苦練 對啊 其實小王今天表現這麼好 你知道老王臉都綠了 真的是來勢兇兇 這個小王不但會說 會唱又會跳 對啊 全能型的藝人來著 真的 所以說背感壓力 好 這個... 我相信老王 也是哀兵政策來著 燦哥畢竟是第二次來的 一定有備而來嘛 對啊 你們這樣不公平耶 他一直不退伍 我們這個心入梯的一直來 沒有 我們絕對是公平的 你可以再來第二次了 幹嘛詛咒人家 說不定會進冠軍賽啊 接下來你的分數即將出爐了 王思佳的第一支舞蹈 他到底表現得如何 評審老師,請給分 王思佳跟文藝老師帶來的恰恰 能夠拿下多少分呢 相信旁邊兩位藝人 也都非常的緊張了 到底能不能拿下高分 目前來到了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是沒有問題了 到底是八十四點多少 84.5 84.5再來 84.5分 詛咱老師 KINCO老師 84.4分 佩玲老師 藍波老師84.5分 謝謝 不錯的分數耶 很開心 你告訴我 決定要來參加比賽 到跳完了第一支舞 拿到一個非常不錯的分數 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 練國標有教會我一些東西 教會你什麼 有的時候我們在這一行 都會覺得說 可能你付出了很多 可能沒有辦法得到 那個回報跟肯定 可是在跳國標的時候可以 你喜歡這個舞台嗎 我們也喜歡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接下來 由恩報恩 由仇報仇 老王出來了啦 來 用念力 說不定真的會抽到他 老的 只有兩張而已 這張嘴還是改不了這個壞毛病 這張摸起來 就明明不講姓王的 油油的 應該沒那麼準吧 歡迎王燦 好,謝謝王思佳哥 文藝老師,請先回座休息 好,歡迎燦哥 你知道一件事嗎 怎麼了 好,其實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為面對其他的兩個對手 他認為說他的經驗或許比較豐富 而且在之前的 最後的一、兩支舞蹈 他得到了充分的信心 他對國標舞 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興趣 所以他這一次來 不只是區區的 希望是今天的MVP 他非常有信心 他可以進入年度總冠軍 所以他等於是 想要腳踏MVP 放眼總冠軍 是 那所以今天輕鬆跳就好了嘛 輕鬆跳啊 其實我是滿戰戰兢兢的 因為這是第二次 是 我相信評審老師 他一定不會用第一次的心態 來給我評分 他一定會從... 把這門檻拉高 對你有一點期待了 對 可是我不是對燦哥有期待 二 我比較對你的舞伴有期待 是 換了一個很漂亮的國標老師耶 自我介紹一下 是 我是玉芳老師 陳玉芳 老師,這個非常的... 第一次來舞力帶一的人 可是老師很有氣質耶 上一次來 是來我們的中場示範表演 是 跟他的老公 李仲昊老師 高手 對 也是職業組非常厲害的選手 他們這一隊 而且你知道嗎 跟玉芳老師合作起來 你應該要很有壓力 他不只是職業組的選手 而且是拉丁第二名 這麼多選手 可以拿到亞軍非常厲害的選手 你生天你知道嗎 你看來就是不知道啦 嘴巴長這麼大 這一次想要奪回MVP 踩著MVP 然後進入到總冠軍的舞科是 恰恰恰 那不是針對小王來的嗎 小王對老王同樣的舞科 不是,我擔心的不是這個耶 你記不記得他... 他之前剛開始跳恰恰的時候是... 完全是下面是舞打片 上面是... 恐怖片啦 恐怖片 王燦第一季 因為拍戲而練習不足的恰恰 至今可以說是他 最不願想起的回憶之一 對啊,就是那個可怕的畫面 又從我... 那個腦海中又閃過去 那你沒有靜音老師 讓老師拜託 除了恰恰 其他的舞蹈我都可以嘗試 你也知道我這個人 不是很會拒絕的人嘛 好好先生 有看過他之前的恰恰 我因為要帶他、知道他 然後我就先看了他之前表演的影片 然後我看到他的恰恰 我真的是... 我真的感動到要哭了 感動的點是... 因為我看到他認真的表現 這是真的 燦哥認真一向都感動所有人 對,我心裡就放下一塊石頭 因為我知道我要帶的藝人 是非常認真的藝人 我覺得這就夠了 是 我相信在老師言談的過程當中 看到的那一份自信 這也是對他自己帶的藝人 的一種肯定 相信這個恰恰 會給我們耳目一新的感覺 那我們期待吧 歡迎他們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經過第一季的洗禮 再度回來的王燦 練舞時感覺充滿了幹勁 心情很愉悅 終於可以有機會再爭冠軍 從第一季結束之後 其實滿懷念舞力全開這個舞台 我就一直在想說 如果還有機會再回來的話 我一定要回來 不過重新站上這個舞台的王燦 第一支舞竟然就選擇了 他當初最害怕的恰恰 果然讓他練起來相當不輕鬆 這個恰恰呢 我在第一季裡頭是 我很有陰影的一支舞 但是回過頭想想 站在舞力全開這個舞台上 就是要突破自己 哪裡跌倒 從哪裡爬起 要不然我們來這個舞台幹什麼呢 而知道王燦的想法後 老師也特別為他做了許多安排 我覺得恰恰其實是很好玩的 就是有很多兩人互動的東西 那上一次跳舞的時候 他可能太緊張 然後練習的時間又少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想這一次應該 我們要跟上一次 來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想要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站起來的王燦 歡迎王燦和陳玉芳老師 帶來的恰恰表演 我現在談 Ett 你會有很多嗎 才會有很多opath 平時空中的同學 我都會有很多 會有很多 我會有很多 我會有很多 I see the danger still the flame grows higher I know I must surrender to your kiss of fire I know I must surrender to your kiss of fire I must resign later I may shut down and take away away I will not leave back I will not to allow you in very l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王燦、陳語芳帶來的 《街頭之吻》 這個恰恰帶給我們很... 鬥趣 然後又有驚喜感 這個驚喜呢 不是指他的舞蹈的部分 是指他的臣服太深了 你看出了什麼端倪啊 前面姿態擺得很低 那就算了 恰恰表現得很好 沒想到還來個慢跳舞 TANGLE 你什麼時候 連貓的你都會啊 沒有 對,燦哥知道自己跳的是TANGLE 你們現在節目才知道 你怎麼都不知道 你跳的那個是慢版的燦哥啊 不知道耶 好神奇啊 雷燦鈺就是拉丁舞科 把重點著重在恰恰啦 對啦 並沒有特別跟他說明這樣子 那其實你跳完應該對於我們現場的反應 你應該覺得很安心啊 恰恰應該覺得自己這一次跳得不錯了吧 其實我剛才也是很想躲起來耶 為什麼 你表現得不錯啊 對 其實因為剛剛出的狀況跟我上次出的狀況 其實是差不多 OK,我們分數送出去了 你剛剛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那個前旁、後多、後螃蟹 燦哥能不能坐一下 因為我們真的一頭霧水 哪個動作 我們來一下剛剛那個 你沒有做好的動作好不好 好 好,掌聲鼓勵 這一次不錯啊 他成功了 是做哪個... 前旁、後勾、後旁、前 那做錯的時候你是做成... 是這個地方拍子慢了 前旁、後勾的時候 然後沒有跟老師... 早轉了 漂亮 對於你剛剛的這個錯誤 還是沒有做到的話 你很惋惜 就是發現自己真的是節奏... 節奏感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不過這一次的舞蹈 我覺得你還是進步很多 這是真的 真的 你進步很多 這是進步的過程當中 其實老師對你有一個 我個人也覺得很奇怪的一個要求 燦哥他的那個... 身材就是練得非常好 所以他都會去健身 所以他會... 發力的時候他會太僵 等於是肌肉很發達 肌肉,對,那他很會發力 那他亂發力的結果 就是動作非常的不順暢 對 所以你對他的要求是... 不要再去健身房 有這種要求 我這輩子沒有聽過 我也沒聽過 應該是要壯一點啊 要有肌肉吧 可是健身房的肌肉線條是... 不是拉長的 跳舞是拉長的 對 他就會看起來很鈍、很鈍 不順暢 對 沒有這個一氣呵成的感覺 對 對 那對於這一點 燦哥自己有發現嗎 因為你太壯了 其實我沒有很壯 但是我也有發現 我有這方面的問題 不過已經表現得非常好了 好不好 不用太擔心 因為還沒聽評審老師的看法嘛 搞不好他們有不同的想法 好,那我們就聽聽看老師的看法 KIMIKO老師,你的看法 我覺得王燦 你今天太在意這個比賽了 我覺得你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你獨特的頑皮的那種魅力 然後我覺得今天這支舞裡面 你應該是可以駕馭的 因為就是這支舞要的是那種 男生的那種風流倜傥 然後有一點點頑皮 有一點點捉弄 我覺得這些元素在你身上 都是有的 但我今天好像沒有看到 我覺得你太在乎了 我希望如果你今天可以放開一點 放輕鬆一些 不要那麼在乎的話 其實你的那個原本的魅力 它就在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 這一季的比賽裡面 你要急迫的只有你自己 好,謝謝KIMIKO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每一次面臨的困難 跟考驗都是不一樣的 對啊,每一段都是有他的 該考驗的一些問題 還有要突破的問題 不會啦 燦哥要對自己有信心啊 是啊,不知道我... 今天你跳的時候 大家還是很有反應的 還是一個有魅力的男人 我覺得整體 真的我還是滿喜歡的 那種保有你很真誠的 那種純真的喜感 其實它是在的 對啊 剛剛只是KIMIKO老師的一個看法 我們再聽聽看 另外一個老師的看法 鄭竹男老師 其實王燦你今天表演 我覺得跟我第一次看你的 第一季的時候是完全不同 我覺得進步很多 舞是好看的 而且你表情啊 各方面的那個自在感是到位的 但是就是你的動作的強度 像那個郁芳老師是很嚴格的 他希望你的動作 不是只是抱出去 但是要抱出一碗之後揉掉 然後再醞釀下一個抱出去這樣 才不會看起來 不會有斷掉的感覺 所以整體上的... 只要體會這個感覺 我相信日後的... 是一個大魔王 我補一個... 其他兩位都沒有觀察到的 我覺得補一個小小的地方 我覺得所有參賽者 其實都有一個通秉 大家都是觀光客 今天這一季這支舞 我看到燦哥從觀光客變領隊 他以前都是在被老師帶著 所有的人都是被老師帶的 對 所以他這次有開始在追蹤 帶老師 雖然不是真的領隊 是副領隊 但是有一天你會變領隊 這是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現在這個小王難看了 小王跟老王 以後可能因為這次比賽 要變王不見王了 思佳,不用擔心 你要超越他 有一個方法 很快就超越 他是第二季 你一次牽三季,OK 對 好 歡迎黃思佳 來到舞台中央 來 當然過程很重要 分數對他們來講更重要 思佳這一次表現得很好 一戰可不可以成名 不曉得 但是你看完了王燦的表現之後 你覺得你有... 你有辦法繼續領先嗎 我覺得他很壞 他就是想當小王 他前面那個調戲人家那個過程 有沒有 發自內心耶 調戲人家那個有夫之父有沒有 你知道我每次練舞 練到一個環節 我覺得卡關 我就去看他練舞 好好笑 我都很緊張 我怎麼辦 我舞步又不見 然後他一來我就很興奮 我想他要跳 他有要調... 他有要調戲別人 我就很開心 所以他完全有讓人家 放鬆的一個作用 對 有沒有 因為他練舞的時候會想說 奇怪,人怎麼不見了 然後他就是很沮喪出去 然後就... 又回來 然後就進來了 燦哥 原來你是大家的補給戰啊 從你身上可以得到滿滿的元氣 他一直問我 你怎麼跳得下去 可是我跟你講 他天天練哦 他自己會拿著手機 然後在那邊練 你就覺得他好認真 你就會從嘲笑他到肯定他 你覺得他身上有一股非常 令人討喜的魅力 很獨特 就是一直想要逮捕他 想說那再看下去哦 一直在想說 我也是非常強 其實我剛剛坐在旁邊看他跳 他真的是... 他那個眼神真的是會電人 而且有一種 真的,這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何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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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家都同分的話 那是最好的啊 不好意思,這不是你們兩個 可以決定的 這我們四位已經冥冥之中注定好了 好 不管如何 這分數一定要出來 已經決定了 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王燦到底他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的,王燦跟陳玉芬老師 一樣也帶來恰恰 這次王燦捲土重來 到底也可以拿下多少分呢 目前分數來到了83 83 84 能不能超過小王 目前同分了 還有沒有 超過 燦哥的分數是84.6分 誰說王不敬王 兩個好得累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有覺得難以置信嗎 我心裡頭很... 五味雜陳啊 因為真的 自己在跳的過程當中 好壞在哪裡 自己其實很清楚啊 我一直覺得思佳跳得 真的是很流暢 而且就老師都講了 他那個定點位置都抓得很好 很穩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在緊張害怕了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身在其中跟觀看 真的是兩回事 可以有享受 但是也會有那一種... 那適度的緊張是好的 是給自己往前的一個動力 不過雖然只差0.1分 但是我覺得思佳 你今天表現得不錯 謝謝 那不管如何 真的非常感謝兩組 不管是老師、藝人之間的努力 你們今天又表現得很好 謝謝你們 謝謝 來,兩組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兩組 也直接歡迎我們的第三組 吳家樂還有王威傑老師上台 來 怕換氣過度、過度緊張 你可能會昏倒 可是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你在連陣英雄 舞打雖然跟舞蹈是不一樣的 但是畢竟那個門檻 應該會比較低一點 簡單講 跳舞對你來講 應該不會太困難 我從小到大沒有學過舞 也沒有碰過任何舞蹈 然後舞打的部分是 有舞行現場教 然後現場學 但是因為我不懂得施力連 所以雙方都會受傷 所以就會派另外一個女警官 顏曉筠 先幫我打一打 把壞人快打死之後 我就拿槍砰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之後就變成 身準的狙擊手 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說 你對舞蹈還是有一點不協調 有障礙的 肢體非常有障礙 而且壓力真的很大 而且我是一個很容易瘀青的人 所以 好嚴重哦 那是什麼樣的舞蹈 讓你全身上下都是這樣瘀青啊 倫巴 倫... 倫巴可需要弄這樣 我可能...可能是我自己... 你這個倫巴都跪著跳嗎 不是 可能是我自己施力不對 我跪下去 我起來應該要用我身體的力量 帶起來 但是我可能力量全部壓在膝蓋上 對 所以等一下的舞蹈裡面 有很多的跪姿嗎 沒有 並沒有 然後我媽還說 我媽還... 那時候看到我腳這樣 我媽說 是老師把你摔出去嗎 後來我就給我媽看練習的影片 沒有老師放得很輕 我覺得我對大家誤會很深 對,所以讓你平反 我讓他讓你平反 都已經很盡量的幫他 就是把那個傷害剪到最低這樣子 結果殊不知一前提 怎麼會這樣子這樣 不過我還是很難想像 沒有跪姿的舞蹈 他會把自己的膝蓋 弄成這個樣子 讓我很期待他接下來的倫巴 會怎麼樣的詮釋 也要讓老師來平反一下 我覺得他沒有虐待他 真的 我們大家都非常好奇 一起來會來看一下 好 那就來看他們精采的表演 廢話 在臉正英雄當中 吳家樂帥氣的女警形象 讓他擁有了許多死忠的粉絲 但是他的第一支舞 卻必須挑戰既浪漫 又糾結的拉丁舞科 我們是用倫巴 當作我們的第一場 他比較好上手 更有一些簡單的情緒 比較好表達 雖然老師挑了節奏 較慢的倫巴 但從沒練過舞的家樂 還是全身傷痕累累 千里斯蒂他一定OK 所以現在著地的時候 很痛 而且為了離球表現 家樂更企圖挑戰高難度的 大招動作 不過因為失敗連連 加上太過危險 最後被迫無奈的放棄 但這時自責不已的家樂 連日來累積的情緒 終於愧疑了 這幾天都一直壓力很久 因為很難 然後挫折感很大很大 累積太久 所以忍不住 從沒跳過舞 又總是像個小男生一般的 吳家樂 初次登場 就要挑戰情緒豐富 又唯美動人的浪漫倫巴 他可以順利完成這個艱難的挑戰嗎 來吧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you never seem to be whole how from the outside at least I can say that I've tried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but it doesn't matter he clearly doesn't take you apart anymore 謝謝吳家樂、王威傑帶來的 《愛我別走》 我覺得周朗,你今天表現得不錯 整個托舉 然後整個氣氛的掌控 我覺得你都拿捏得很好啊 謝謝 而且我們剛剛很仔細看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直想說你找出讓你黑色的 那個舞蹈動作到底是什麼 我找到了 終於 對 所以你的淤青是來自於 你跪在地上 自己給的那個重心 就是滑進來 我可能要用身體帶 但是我都是... 是,你的核心肌群 可能力氣不夠 你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你的膝蓋 難怪你會變成今天這樣子 對 雙腳黑青的一個狀態 可能我們為了練這個跪的姿勢 也是做了很多揣摩跟演練 就是跪很久這樣 對 揣摩 對 跪姿要如何揣摩 那個情感的部分啦 情感的部分這樣子 比方說 比方說如果我們面對面 他沒辦法就是完全投入 他在想舞步的時候 好,我換成... 我們兩個就是面對同一個方向 所以我才說跪下來 就是跟他同一個面向 可能他比較... 他比較可以專心 對 因為每次練習老師就會說 看我 看我 因為我都沒有正視老師 為什麼 就... 這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觸國標 都會有一個障礙 對啊 不過剛剛表現得還不錯 你會懷疑自己嗎 沒有,因為這對我來說是 很大的突破 不是一個突破 是三大突破 哪三大突破啊 一,就是我平常私底下是 我好驚訝 我的衣櫥裡面 沒有任何一件裙子 二,打開鞋櫃 女孩子們都會有很多高跟鞋 我只有一雙 因為面試試鏡要用 平常私底下也是不穿 三,從沒跳過舞 更何況是國標 掌聲鼓勵 所以其實老師 把你訓練得很好 如果你沒有自己自爆 三步的話 其實我們都看不出來 會覺得 你只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女孩 沒想到 你連一件裙子都沒有的人 今天做了一個這麼大的突破 你還穿著這麼的性感 對 可是你知道嗎 你今天整體這樣子 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你要試著去嘗試 很多不一樣的珈樂 好 對啊 我覺得珈樂身材很好 你要多穿裙子 而且你要多穿高跟鞋 因為你太漂亮了 你們這條舞 從在台階上跳舞的話 就吸引到我的眼光 那個台階是很小的 你就在跟老師在這邊 做一個滑鼓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好危險 還掌控得很好 然後老師把你做的 所有托舉的動作 你都是線條很完整 很漂亮 但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所有在過場的地方 所有跑步的地方 你可能要多穿高跟鞋 練習這樣子的轉換 所有跑步的地方 就有點落差了 不然的話其實是很漂亮的 很完整的一個表演 謝謝老師 好,謝謝佩玲老師 佩玲老師建議你 平常要多穿高跟鞋 你在這之前 有試著突破 然後讓自己長期穿高跟鞋 練習一下嗎 因為我去練舞 就是穿球鞋嘛 球鞋 然後一到家脫鞋脫鞋之後 就換上我的舞鞋 回家之後 你反而是換上高跟鞋 對,我要習慣 因為我平常真的從來不穿 所以我就穿著高跟鞋 在家裡從來都去 所以睡覺才脫掉 而且我在騎機車的時候 在想那個舞蹈 一邊騎一邊踏 這麼堅持啊 那你如果想到 忽然動作是整個打開的 那不是完蛋啦 不管結果如何 我相信觀眾看到了 你的努力 你今天的表現 那成績怎麼樣 我想對你來講 好像似乎也沒有那麼重要嘛 對不對 真的嗎 真的 那萬一... 我跳順就好 我其實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不要忘記舞步 上一次 你哭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常立跳舞的時候 那你現在為什麼哭了 有一句...有一個人 他講過一句話 他影響我非常非常深 我覺得很受用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白家綺 家綺姐跟我說的 他講過一句話 勇敢的人不是什麼都不怕 是你知道你自己很怕 但是你卻還是去做了 才是勇敢的人 就像我來參加舞力 我很害怕跳舞 可是我還是做到了 不管成績好不好 我是一個勇敢的人 掌聲鼓勵 勇者無敵 永遠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突破自己 克服自己最害怕的那一關 那將會使我們成長 將會使觀眾印象深刻跟感動 你做到了 觀眾記得你了 很棒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看分數 加油 歡迎王燦 來,歡迎王燦 還有裕芳老師請到台上來 今天結果不管如何 我們都非常的謝謝 三位藝人 也非常謝謝三位老師 這麼辛苦的呈現 最好的一面給我們 謝謝你們 那不多說了 家樂,加油 我們就直接來看分數 吳家樂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呢 好 加油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吳家樂還有威傑老師 到底這支倫巴可以拿下多少分呢 家樂的第一支舞蹈 希望可以拿下高分哦 目前來到了84.2、84.3 到底是多少 84.3分 佩玲老師84.4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4.3分 分數 可能會沒有加了預期的高嗎 我沒有預期分數 你到現在還是非常激動 為什麼 好 好 你一直這麼激動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有什麼不知道的嗎 是你的身體又很痛 還是你感動得你終於完成了 你願意完成 或者是你已經挑戰了 你最懼怕的 有沒有 都有 壓力還是有 也很高興自己跳完 好 佳樂 不哭了 你表現得很棒了 我們期待你第二支 第三支舞蹈 可以帶給我們更大的一個驚奇 謝謝 謝謝你 謝謝魏傑老師 謝謝佳樂、謝謝魏傑老師 兩位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兩位 謝謝 唱歌 你... 加油 雖然... 你那個... 前面那個、後面那個 沒有很帥 對 但是你還是拿到我們今天的最高分 對啊 果然是腳踏MVP 放眼總冠軍耶 你就是我們今天的MVP 拿到最高分 84.6分 非常恭喜二位 恭喜兩位 可以獲得我們的一萬元獎金 恭喜燦哥、恭喜宇芳老師 恭喜 謝謝你們其他兩組選手 加油 你們還是有機會的 加油 接下來進行的是 雙人空中極限舞蹈特別企畫 今天的參賽者 將要利用空中環、鋼管兩項道具 進行一連串高難度的精采舞蹈表演 馬上歡迎第一組參賽者 PIVIA和MONEY 帶來精采的表演 提到 FM 完成 WFM i'm like i'm photographing i make it hot and i put on a show feel the adrenaline moving through my veins spotlight on me and i'm ready to break i'm like a performer that dance floor is my stage better be ready hope that you feel the same my eyes on me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 just like a circus there's only two types of guys out there ones that can hang with me and ones that are scared so baby i hope that you came prepared i run a tight ship so i'll be there i'm like the leader i call the shots i'm like a cracker i make it hot when i put on a show feel the adrenaline moving through my veins spotlight on me and i'm ready to break i'm like a performer that dance floor is my stage i'm like i'm ready hope that you feel the same i'm gonna rise on me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 just like a circus when i'm back with everybody going to trip just like a circus i don't stand by watching me bottom me shiny what you can do everybody let go we can make a dance floor just like a circus i don't want to dance floor i don't want to dance floor i don't want to dance floor Let's go 謝謝TVI和Money帶來的 Circus訓壽詩與花包 我本身對空中環是完全很陌生的 空中環在我們節目 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能不能請兩位好好幫我們介紹一下 空中環就是長家 它就是一個... 它外面有包一些東西 那裡面是鋼圈 是 對,然後它跟鋼管一樣 就是要很多柔軟度、肌耐力、平衡感 協調去練的一個東西 但好處是 你到一樓的時候可以休息一下 你到二樓的時候可以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一樓是... 可以在這邊坐一下 哪裡是一樓 可以跟音樂姐講一下 對,這邊是一樓 樓上是二樓 對 那頂樓有加蓋嗎 可以選擇 有人爬到那個上面去嗎 上面的繩子也是可以用來表演的 那是真的頂樓加蓋 對 是的 好,首先想要請教KIMIKO老師 你的看法 地面上跳 大家都已經知道不容易 也更何況你是都保持在空中的 高難度動作 今天我覺得你們兩個 畫面是非常好看的 我喜歡剛剛兩個人 在那個空中環的一段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謝謝你們 把這個新式的舞蹈介紹給大家 而且讓他們知道 他有多麼不容易去駕馭他 謝謝你們 謝謝KIMIKO老師 不過空中環 我覺得連上去應該都很難吧 其實如果你腳踩得到的話 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比較容易上去 當然不一定要 完全像我們只有靠手的力量 其實腳是可以偷踩的 我覺得你問得很機器耶 你是... 你不會... 想試試看嗎 你不會想試吧 我很好奇啊 不是,你今天穿得這麼高雅大方 但上去也可以很優雅 我喜歡這句話 可以 好,那我來試試看 來,我們給Hold一隻掌聲鼓勵 把腳往上 踩上來 踩上去 對,往前 OK,完成第一步了 換成反手 OK,好 接下來把屁股朗後滑 腳跟膝蓋後側 對,然後一隻腳 往底踩踩環 那我的手 就抓著 現在抓著 手前換不能放 好,右腳一直踩踩 好,用力腳往前推踩 空中劈腿 對,就空中劈腿 我要放 對了 有哦 來,我們閃開 讓這個畫面美一點 怡君 好美哦,你 幾分 十分 佩玲老師跟明杉老師 分數是... 十分 總分四十分 恭喜你 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的比賽當中 獲得冠軍 很好玩耶 你怎麼忽然變得很有興趣了 真的很好玩 而且在空中那種... 那種征服感是你沒有嘗試過 你沒有辦法去形容的 好 謝謝你們介紹 這麼棒的空中環 讓我們認識 謝謝二位帶來這麼棒的表演 最後我們再一起來看成績 謝謝你們 各位,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接下來歡迎芝芝和小環 帶來精采的表演 我們在這邊的表演 我們在這邊的表演 謝謝 You told me how proud you were But I walked away If only I knew What I know today I would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uld take the pain away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 Forgive all your mistakes There's nothing I wouldn't do To hear your voice again Sometimes I wanna call you But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Oh, I'm sorry for Blaming you For everything I just couldn't do And I've helped myself Oh, if I had just one more day I would tell you how much that I missed you Since you've been away Oh, it's dangerous It's somewhere away To try and turn back down Bind you I just couldn'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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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芝芝跟小環帶來的HERP 我覺得很多的動作 真的是要從小開始學舞蹈 很簡單的一個拉筋動作 我就覺得筋開腰軟加上會旋轉 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想要請教李佩玲老師 你的看法 這條舞空中環跟鋼管 你們從地下室到一樓到二樓 所有的畫面都是非常的絕美 也就是說你們兩個的畫面 有時候是統一的、統調的 有時候是故意不一樣的 但是每個協調的美感 我覺得不是一開始就練這個 本來就有了 我覺得你們是有很深厚的舞蹈底子 所以不管是腳尖的動作 那個手部的延展 然後頭部的線條 加上你對鋼管 跟空中環的運用 整個融合在一起 再配合這麼好聽的音樂 對我來講是絕美 非常好看的表演 謝謝老師 謝謝李佩玲老師 這是你身為唯一一個男生 你本身是舞蹈科班的嘛 是 所以他其實是少數男生 就是筋開然後腰軟、柔軟度 這麼好的 尤其他有一個令我 還有很多人都很羨慕的大腳背 秀一下 側面擺一下 男生腳背這麼大 很少見耶 你看看這個腳線條多漂亮啊 這個就是天生的吧 對,這是天生的 我們家全家都... 就我阿嬤也是 我阿嬤去種田的時候 都這樣 我阿嬤 阿嬤的腳背好大哦 不用自己再挖個洞 直接有個洞 直接差... 瞎瞄進去 對 全家的遺傳 再加上你後天的努力拉筋 成就剛剛這麼厲害的舞蹈 對啊 那你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這樣的空中舞蹈 因為本身是科班生嘛 一開始我是覺得 已經跳舞跳 跳了好一段時間 就是已經跳很多年 都在跳芭蕾、跳現代 所以我想去找一些新的刺激 所以我就去接觸鋼管 然後慢慢的就去接觸到換 我會覺得 我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就像我今天 或是我所跳的 所有的這些空中舞蹈的作品 我會覺得它是我把 我跳舞學習的成果 然後再跟它 再去做結合出來的 很多的作品 對 有多棒呢 直接把頭銜跟他們說 我們家知識就是 香港鋼管舞 錦標賽的男子組 扮職業第三名 是 你們做得到嗎 我們是有頭銜的啦 是 那不管如何 希望你們在自己的禮遇 繼續的堅持 發光發熱 謝謝二位 來,謝謝姿姿 謝謝小環 請先回座休息 歡迎KERRY和JASMINE 帶來精采的表演 謝謝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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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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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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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難度相當的高 我想讓他們先喘一下休息一下 想聽聽看藍波老師你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 基本上是一個暮眩神迷的表演 難度是在哪裡 有兩個不一樣的空間 要產生一種平行優美的線條 所以他們在表演的過程中 我覺得不是動作一致 而是我覺得他那個呼吸跟旋轉的拿捏 要很準確 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們很厲害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我不敢多講 因為看到兩個比我壯的人 我就少講一點好了 謝謝 謝謝藍波老師 希望真的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再認識更多不同的空中舞蹈 我們也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尤其JASMEN是台灣非常著名的 鋼管舞老師 是的 你從小到大的志願就是當舞蹈老師嗎 沒有到大啦 就是小學的時候 國中之後 就再也沒考慮過這件事情了 對 為什麼 就大概十七歲的時候 有生過一場重病 十九歲的時候又脊椎開刀 所以我就想說 跳舞應該跟我沒關係了這樣 生什麼樣的病 因為我的病是癌症 所以有去做化療 對,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 好,我能夠繼續安全的活下去 就好了這樣 就十九歲的時候又... 又脊椎 對 你這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耶 脊椎開刀 就真的會覺得跟跳舞 在這輩子都扯不上關係 是啊 所以我都跟我學生講說 我年紀也很大 我還生過病 我脊椎還開過刀 我還不是都可以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是你想不想要而已 真的沒有不可能 在他身上硬正無疑 對 對 任何事情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起步都不嫌晚 對 尤其是這個是很健康的舞蹈運動 歡迎大家都可以來學 是的 好 那最終還是要來分出個勝負囉 來 再次邀請所有的選手 來到舞台中央 來,歡迎 那我們這次的看分數方式呢 我們是用舉牌的方式 來決定你們的勝負 不管輸贏 你們在我們心目中 你們都是非常棒的 好 首先那就是要一個一個來呢 我們就先從許民財老師 請舉牌 好,我們... 芝芝、小環 接下來請佩玲老師舉牌 一樣是芝芝跟小環 謝謝佩玲老師 謝謝佩玲老師 接下來KIMIKO老師 請舉牌 好,TVIA跟MONEY 謝謝KIMIKO老師 好 最後一票 藍波老師,請舉牌 PERRY&JASMENT 好,謝謝藍波老師 恭喜我們的芝芝 小環成我們特別企畫的冠軍 恭喜他們也獲得 我們的一萬元獎金 恭喜 謝謝你們 辛苦了 下禮拜同一時間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愛妮雅 舞力全開 拜拜 下週見